即便是充当至高神意志的主宰 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拥有属于你自己的位置吗 说的直白些 你甚至连我释放出来的一道幻体都不如 因为我的幻体 至少还拥有我的灵魂本源作为力量的支撑 而你 充击量不过就是至高神意志手中的提线木偶罢了 够了 眼前这个第二神殿世界的创始主宰 已经陷入了灵魂崩溃的局面 如同徐扬猜测的一般无二 这家伙的存在 根本没有属于他自己的生命的意义 纯粹就是至高神意志打造出来的傀儡 而且 恰恰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为敏感的 不可触碰的话题 此时的徐扬让他有一种无地自容 但却悲愤到了极点的情绪变化出现 你知道吗 你已经触碰了我最深的禁忌 那么接下来等待你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我要用你的鲜血 你的肉体 你的灵魂 你的一切 来洗刷你刚刚对我的一番侮辱 第二神殿创始主宰 眼前这个由法则幻化出来的一道幻想 彻底走向了崩溃 他在愤怒咆哮着 殊不知他这种变化 在徐扬看来 也不过就是狗急跳墙的把戏而已 不要在我面前挣扎了 我早已看透了你的本质 你又怎么可能战胜得了我呢 既然你还对这一战存在有什么不应该存在的幻想 那我便亲手磨杀里的那一切希望 徐扬话音一落 掌心微微抬起 在这一刻绽放出了极致璀璨金光 徐扬用自己最为纯粹的天使之力 在掌心之中 凝聚出了一道金色莲花 看清楚了 接下来 我用于抹杀你的力量 才是真正的天使一族的骄傲 而你 不过就是天使一族脚下的阴影 永远也只能有膜拜光明的资格 却一生一世没有办法取代光明 徐扬这番话可谓是字字诛心 可是相比于丢掉的孙严 对方似乎渴望有活血气的勇气 他没有放弃 打算和徐扬与死网破 只见他身上所有已经从金色 蜕变成血红颜色的力量 在他双掌之中 被狠狠地推向了徐扬所在的位置 双方此刻距离不过百米 可是当这股力量爆发的一刹那 仿佛是凝聚整个第二神殿世界 众生的怨恨和愤怒 这股力量的摧毁力 也是徐扬小小地震惊了一下 看来我倒是低估了 你心中对我的怨恨 不过很遗憾 就算你将这股怨恨 膨胀一百倍一千倍 在我面前也没有造次的资格 徐扬说完这一句话 彻底绽放了金色莲花 一方面 徐扬绽放出来的每一丝莲花 都画着最为纯粹的金色剑语 另一方面 将徐扬的本体牢牢笼罩在了其中 予以最完美的光明守护 如同徐扬所言 对方出现在眼前这一道幻想 根本不具备独立的生存意志 因为它本质上来讲 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是以至高神意志的傀儡存在的希望 一切都在按照徐扬的预期和掌控 缓缓地进行着 不管面对是怎样的对手 怎样级别的恐怖力量 徐扬永远都拥有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底牌 就刚刚这一项而言 如果是换了龙坤或者小花等人 他们未必会输给对方 可是他们在与对方交战的过程当中 必定会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并且也会将对方当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 无极大惊的顶尖修士来对他 那样做的话 他们便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对方编织的梦境当中 但是徐扬则不会受到这方面的任何困扰 当对方隐藏在雕像之中的幻化灵魂出现的一刹那 徐扬便已经洞悉了全部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试问当一个人被自己的对手 一下子看穿了本质后 他又怎么可能取得对抗的胜利呢 神庙当中的一切 都在随着徐扬掌心之中的金色莲花消散 而已并归于虚无 这座看起来金碧辉煌的云顶之上的庙堂 此刻变成了一具空旷的躯壳 再也没有了任何存在的意义 尽力有观点 以及丑丝的炉仙 已经解决的 Program写去